树林里有野狼,牧民的砍高拳在嗅到被风吹过来的野狼气息后,急忙朝狼的位置追了过去,牧民没有犹豫,旋即加快脚步去支援。 那么,复仇的砍高拳会和野狼爆发冲突吗? 时间来到当天上午,牧民赶着他的羊群,已经在这里安全度过两个多小时。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发现野狼。 而牧民之所以如此期待在这里遇到野狼,是因为在一周多前,他的一条砍高拳在这里被野狼咬伤。 牧民在砍高拳伤育后,决定前来复仇。 这次,他戴上了四条佩戴了防狼项圈的砍高拳。 虽然,在山上徘徊许久,没有发现野狼的踪迹,可牧民直言, 他现在并不敢放松警惕,狼群会在你认为不会来的时候,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 这条砍高拳叫牙齿,它是一条雌性砍高拳。 上周就是在这里,他被野狼咬伤。 牧民在等着伤愈后,带着狗群来这里给他复仇。 名叫牙齿的雌性砍高拳,足够勇敢,在上次被野狼袭击的山上。 他从早上一直游走在树林中,他可能已经迫不及待等着复仇。 在这里,牧民还为我们展示了一下牙齿上次被野狼咬伤的位置,已经结巴。 上午的天气有些热,牧民决定将羊群赶到山腰处的树林中, 在树林中,它们可以躲避炎热的太阳。 当然,也有可能遭遇狼群袭击,野狼会借着树林掩护朝它们靠近, 所以牧民更加地有些期待了。 牧民的砍高拳一直占据着有利地形, 它们在羊群一侧的山坡上休息,野狼如果袭击得逞, 会拖着羊借着地势朝山下移动, 从这里牧羊犬就会很容易发现山坡下的情况。 这样的休息没有持续多久, 砍高拳开始跟着羊群移动, 牧民也尽可能多地将画面给到牧羊犬。 在树林中人类很难发现狼, 不过牧羊犬却可以。 在一处山坡的位置, 牧民发现牧羊犬们忽然安静了下来, 它们好像在空气中嗅到了什么, 仔细聆听对面树林的情况, 于是就发生了视频开头一幕, 三条砍高拳快速沿着山坡朝树林中追寻, 牧民旋即加快脚步去支援。 至于牧民为什么认为砍高拳应该发现了狼, 它的羊群已经在这里兜兜转转了许久, 如果是野猪, 它们早已经被牧羊犬驱离, 而此刻还能徘徊在羊群附近的必定是狼无遗, 它们一直在树林中寻求抓羊的机会。 牧羊犬在树林中移动的速度很快, 牧民在不久后失去了它们的踪迹。 牧民只能尽可能朝牧羊犬方才消失的位置追寻。 待穿过一片树林后, 牧民在对面山上听到了砍高拳的狂吠声, 只可惜对面山上生长了大量松树, 牧民无法观察到地面的情况, 但从激烈的犬吠声中, 牧民可以判断出牧羊犬一定是和野狼遭遇了, 然而距离太远, 牧民只能大声声援, 它不可能徒步跟上它的牧羊犬。 并且, 牧羊犬还在持续追击野狼, 看来距离会越来越远。 牧民在土路上徘徊了一阵, 它一直在等待牧羊犬们回来, 毕竟它们还有羊群需要保护, 这样又不知过了多久, 在牧民的呼唤中, 一条砍高犬出现在对面山坡上, 它在听到牧民的呼唤后返回。 这也让牧民长舒了一口气, 其实, 它也担心牧羊犬追击得太远, 至于牧羊犬是否和野狼在山上爆发的冲动, 牧民只需要等它们回来, 检查在它们身上是否有战斗的痕迹就可知晓。 在牧民将羊群赶到山下不久后, 追击野狼的砍高犬陆续返回, 它们都累坏了,不停地喘着粗气。 在其中一条砍高犬身上, 牧民发现了战斗的痕迹, 它的肩部和脖子的位置有被野狼咬出的血迹, 不过, 砍高犬应该没有抓住野狼, 因为在它们的嘴上都没有发现野狼的血迹。 今天的天气十分炎热, 让牧羊群筋疲力尽, 它们迫不及待地找到一处小溪休息。 考虑到牧羊群已经和野狼发生了打斗, 虽然它们没有抓住狼, 但也狠狠教训了野狼一次。 牧民不久后决定返回, 毕竟这里足够危险, 砍高犬已经在这里两次和野狼发生了冲突。 不过, 就是这么凑巧, 就在当天晚上, 牧民接到朋友苏梅特的电话, 他家的羊群在山上走丢了十七只。 十万火急, 山上是野狼的领地, 这些在夜里没有牧羊群保护的羊, 很容易被狼群全部猎杀。 即使它们完全吃不完这些羊, 牧民带上我们熟悉的砍高犬烟雾, 以及朋友苏梅特和他的砍高犬, 高犬杜曼, 果断上山去寻找羊群。 他们需要与时间赛跑, 赶在狼群对羊群发动袭击之前, 找到走丢的羊。 在山上寻找走丢的羊群并不容易。 据牧民解释, 即使在白天也非常困难。 羊群为了躲避野狼, 很可能躲进一些山坳, 更何况, 现在是晚上, 他们的视野受限,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因此, 他们将希望都给到烟雾和杜曼 两条砍高犬身上。 牧民在山里遇到了苏梅特的父亲, 他先与博主一行上山,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牧民夸海口。 他说道, 在这样下去, 狼群是不幸的, 我不想伤害任何动物, 但今天晚上, 他们是平等的, 如果野狼来了, 我们的砍高犬很容易发现他们。 而且, 现在山上已经没有羊群了, 所有的羊都在下午被牧羊人赶下山, 因此, 在山上如果有野狼, 砍高犬发现他们并不难。 这样的寻找, 一直持续了很久, 大约在半山腰的位置, 牧民一行决定停下来休息, 目前为止, 他们仍然一无所获, 砍高犬也没有发现野狼踪迹。 牧民一行, 不得不换个方向, 他们将从一侧山坡下来, 穿越溪谷来到山的对面。 原因很简单, 牧民认为这面山上有一些东西, 他们决定去看看。 其实,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牧民此刻所处的山上地形非常陡峭, 稍不留神都有坠下深渊的可能。 不过, 要说牧民的运气也是真的好, 在山腰靠近平台的位置, 他们找到了一群走丢的羊。 这些羊安然无视, 他们在牧民赶来之前, 并没有遭遇野狼的袭击。 他们是三只山羊和四只羊羔, 牧民急忙询问朋友苏梅特, 还少了几只, 从他口中得知, 依然还少十只, 亦还有四只大公羊和六只像这样的羊羔, 不知所踪。 羊群通常一起行动。 牧民不得不怀疑, 走丢的羊可能已经被狼群猎杀。 他说道, 这里只有一部分羊, 他们都很惊慌。 我怀疑有狼群将它们冲散, 其他的羊可能已经遭遇了狼袭。 发现一部分羊并没有让事情好转。 牧民提醒苏梅特, 他们需要加快速度, 让苏梅特的父亲留下来保护找到的这七只羊。 在苏梅特的提醒下, 他们决定跟随烟雾的方向去寻找另外的羊群。 如果另外十只羊遭遇了狼群袭击, 他们现在真的需要与时间赛跑, 因为有可能, 一些羊还没有来得及被狼群猎杀, 就在野狼冲进羊群的时候, 各自都逃到了某些地方。 所以, 牧民一行将目标放在了一些石山上, 羊群为了躲避野狼会躲避在石头后隐藏起来。 视频看到这里, 可能有网友好奇, 为何不见坎高犬杜曼的身影? 其实, 杜曼为了找自家的羊群, 真的一直积极地游走在山上, 牧民的镜头在夜里几乎无法拍到他。 这样的寻找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牧民忽然发现坎高犬烟雾朝山坡一侧跑去,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牧民急忙加快脚步, 跟上烟雾的脚步。 那么烟雾是否发现了羊群呢? 在一处陡峭的悬崖, 牧民一行停了下来, 坎高犬忽然朝画面左侧快速移动并伴随着咆哮声。 牧羊犬似乎发现了野狼并展开了追击。 这里有狼, 让牧民一行立刻打起精神, 也就是说羊群可能也在附近。 坎高犬赶走了袭击羊的狼, 要说在山上找羊真的是一个运气活。 苏梅特线牧民到达牙顶的位置, 他并没有发现羊群的身影。 而牧民的运气依然在线, 当他绕过苏梅特将手电筒照向脚下崖壁的时候, 羊群的身影赫然在目。 羊群距离它们不足30米, 它们非常安静地拥挤在崖壁一侧。 如果不是烟雾朝这个位置移动, 它们几乎无法发现这些羊, 羊群似乎还没有被狼群攻击, 它们只是吓坏了, 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找到羊群后, 牧民喜出望外, 它们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苏梅特的父亲。 羊群躲藏的位置非常好, 在悬崖下。 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 它们才没有被狼群袭击, 野狼可能也发现了它们, 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发动袭击, 就被烟雾赶走了。 来不及数清羊群的数量, 兴奋的苏梅特已经谢天谢地, 直言找到这些羊已经足够了。 可能从一开始, 它已经失去希望。 还好, 砍高犬烟雾首先发现了狼群, 并给它们指引了方向。 接下来的工作, 便是将这些羊赶下陡峭的山坡, 虽然这非常困难, 但能找到已经不抱希望的羊群, 它们动力十足。 那么, 去追击野狼的烟雾, 是否和狼爆发了冲突呢? 时间来到一个多小时后, 在牧民的翘首椅盼中, 烟雾回来了, 不过它累坏了, 在它身上并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 显然它没有追上野狼, 但它功不可没, 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的情况下, 它发现了准备袭击羊群的狼, 并指明羊群所在的方向。 在这次寻羊的经历中, 烟雾可谓功不可没。 怎么绑均换 Born